這是我們BELL FOLLOW的第一次演出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緊張 或者平常練習的狀態就好了 然後重點是要擄獲粉絲們的心 好 1、2、3 FORELL POWER 做任何事都要努力向前 NEVER TAY NEVER 我們是 UMI BELL POWER 加油 大家好我們是 AKB4J TEAM TV UNI BELL FOLLOW 今天來這邊大家一起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的手勢跟我們的原證 有一次去智察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討論一個手勢 然後就想說B嘛 所以想要就是手看起來像B 然後他們原本有想過這樣子 但是後來想說因為我們要拿麥克風不好拿 加上少女嘛 我們想要可愛一點的姿勢 所以我們就改成這樣子 這樣子有比較可愛吧 對 然後也可以拿麥克風 因為一隻手實在是太難比出B的感覺了 這樣很像雞爪 雞爪 雞爪 什麼意思 這樣比較可愛 這樣比較可愛 所以我們就研發了這個姿勢 要彎一點的感覺 要彎一點的感覺 要彎一點點啦 我上次聽到有粉絲說 我上次聽到有粉絲說 我們的這個手勢很像串手 什麼 你們還沒有聽過我們解釋 我覺得他一定是你的粉絲 因為你說雞爪他都串刷 所以 我們還在解釋過 解釋過就知道 所以大家要記得他是B喔 不是串刷也不是雞爪 大家來解釋一下我們的圓正的詞 我跟雲爪就在思考說 我們的圓正要什麼樣的精神跟感覺 結果我們想說我們不要 不要flower flower er 就覺得應該要押韻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想了很多的詞 什麼什麼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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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為覺得太不可行了 就覺得要配合一下就是要努力的感覺嘛 所以我們找到了Forever Power 就是要一直很有能量那個Energy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做什麼事就不能說不 我們要勇往向前 勇往直前幫自己打歌 不要被打 勇往向前 就是Never Say Never 翻譯我沒問題吧 沒問題 小學生英文 我以為這好棒 我被唱小學生英文了 誰都可以 誰都懂 誰都可以懂 淺顯易懂 這不用再加註解 我相信大家也懂 對吧 對 YES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原著 小學生英文 我覺得舞蹈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加強整齊一點 像一些細節的 對 細節的部分 我們會有點不整齊 其實我也想稱讚的人 就是佳安 因為他剛剛練沒多久 然後他剛剛也沒有什麼錯位 只能走對 就覺得 欣慰 欣慰 他就想要還不整齊的感覺 我覺得溫溫的表演感不錯 就是他雖然 他隨著知道 激動性 很活潑 其實有點跟面面也很像 對 就是那一種 但是他 因為平常他練我的時候 有點慌張吧 可是剛才看起來 我覺得 感覺不到他那麼慌張 而且表情我覺得也OK 因為他一直都笑著 我覺得這次真的 可是我很喜歡歌 然後 跳了之後也覺得 我有進步 但是覺得還要再多一點 表演感還要再更多 讓觀眾再加強 感覺到我的 真心 對 魅力 我覺得我們的 NC的部分 可以全部都加強啦 大家都知道的 我覺得我這次 跟上一次比賽 就是有差別 就可能肺活量啊 還是表演力之類的 表情之類的 顏值的部分 顏值一直都OK 哇 一直都OK 對 所以你有深刻的體會到 就是你沒有那麼喘的時候 對 所以是Only Do They切閃亮心靈之後 發現 欸好像可以唱 還是有一點不行 沒有 還是有輕易的 輕易的 很輕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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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次是第一次 就是這樣子 UNI的 怎麼講 組合 然後一起辦 mini concert 這樣子 覺得語情 平寒 超棒的 謝謝 不覺得嗎 超棒的 沒有 很難到 一定會打超過三行 超強 三行 因為像我們隊裡面就是 會跳舞的 成員算蠻多的 所以我們在 對舞蹈方面 算是我們蠻要求的 一個部分 辛苦熊妹了 熊妹也進了很多 都跟上我 都跟上我 雲爺在開直播 默默熊妹在旁邊 一直在跳 一直在跳 就是形成一個很怪的畫面 安靜的人在跳舞 這樣 一個很認真的開直播 靜音的跳舞 然後一邊數 123 這樣 雖然跟粉絲可能是有競爭的感覺 但是 就是良性的競爭 大家彼此會變得更好 對 就是也是為了我們AKB40的 TeamTV的團體好 所以希望也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我們UNIPULFRO 好嗎 好 那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